是有民众在尾牙聚餐之后 到KTV饮酒刷脱 结果跟隔壁包厢爆发了冲突 警方接获通报 立刻出动快打部队 并逮捕了四名动手打人的现行犯 一时冲动的结果 通通被移送法办 20多人聚集在苗栗市一家KTV大厅 互相叫骂 不但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还有人甚至连口罩都没戴 警方感到为了控制混乱的场面 驱散双方人马 拿出辣椒水喷洒 其中一名男子还企图攻击远警 当场被压制在地上 这起冲突事件发生在10号凌晨 有酒客先参加公司的尾牙聚餐 接着又转往KTV续通 143被黄汤下肚之后 仗着团体人多势众 就在大厅队友擦碰到的隔壁包厢人马呛响 双方一言不合引爆肢体冲突 警方接获通报 立刻出动快打部队前往 其中四名男子不停劝阻 并且动手反抗 全都被远警带回侦拜 有数名男子向警方叫骂推击 甚至有攻击远警之情形 因有冲突 不管输赢哪一方都得依法送办之外 警方指出最近疫情升温 民众还是要遵守防疫规定 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1.5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以免乐己圣悲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